大家好,我是李超叔叔,我来到课堂答义的时间 鹿岗小镇这首歌罗大佑的 我以前的谱子是这样写的,就是把和弦都写在后面 四个四个写在后面 而现在呢,我是把和弦写在歌词的上面 当然要像现在这样写了,比较容易知道什么时间点换和弦 但是为什么以前我那样写呢 因为那个谱子是给我自己演出的时候看的 那我因为已经谈其他二十几年了 所以我不需要知道换和弦的时间点 我是即兴地去找到的 那有时候还可以做一些即兴 往前一点或往后一点 大部分的英文歌也都是这样 所以你看很多老外的谱子 它的和弦其实是写在后面一把一把 其实这样比较好抓起来 因为你看一眼的时候你就直接看到四个就直接抓起来 你不用管哪个字上面是哪个和弦 但是这个对我在教学上会有些困扰 因为我的学生他不一定能够这样抓得到 所以我现在开始一个一个的把谱子改过来写在和弦上面 尤其像这首歌就很需要 比如说你看 假如你先生来自渡康小镇 所以你看这个四 当然我现在弹的是C调 也就是A小调 关系大小调 这个你阅理不知道你可以喊我发你 有一个表格 这个四写在路的上面 也就是说我弹到路的时候 但是问题来了 这个六min 写在假如的假的前面 为什么 因为它的内下其实没有歌词 是 假如你先生来自路杠小镇 路就没问题是一个四 然后下一句就麻烦了 请问你 请问你 当然你在唱的时候不会唱一个嗯 但是我现在为了教学需要 我会唱一个嗯 为什么 因为那个 那一下确实没有歌词 你知道 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天娘 下句就是了 有这个问题 所以等一下我唱一次的时候 我第一次唱的很呆板 就是说每个小节我就这样 刷刷刷刷刷 一个小节 一个和弦四下 你一开始一定要很稳 之后才可以很自由 很多人会羡慕我弹唱的很自由 但是它也是建立在很稳的基础之上 所以待会的第一段 我会唱的比较呆 比较稳 而第二段开始 我会示范怎么叫自由 好我们开始 假如你线上来自鲁钢小镇 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天娘 好来喽 我家就住在马祖苗的梦面 带着香火的那家小在我地面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像没有霓虹灯 路纲的街道 路纲的鱼窗 它足够的小镶 挺烂满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像没有霓虹灯 路纲的青城 路纲的黄昏 徘徊在温宴里人 那是这样子